好的同学们 接着我们来回忆一下第二次可学的知识吧 第二讲我们学的叫巧田算符 对吧 在这我们都知道因算符号就是算符了 对吧 那我们还记得有哪些算符吗 同学们 我们现在学的有加号 减号 这是什么 这是大于号 对吧 有个贪吃的大嘴巴朝左开呀 对吧 这个是小于号 它也是贪吃的大嘴巴 只是它向右开的 对不对 一定要记转了 接着还有我们最常见的等于号 等于号是一个小天平 对吧 它表示它的左边和它的右边是平等的 对不对 真棒 好 我们现在就学了这五种算符 对吧 那我们巧田算符里头呢 学了哪些提醒呢 你还记得吗 我们巧田算符里头 学的提醒可不少呢 有的是要你判断这大于还是小于 对吧 有的是给你一串数 让你往里边填符号 让这个算是成立 还记得吧 好 那接着呀 我们来回应一下最典型的一种PCR 哎 就是呀 给你一串数 让你往里边填算符啦 我们先来一块读读题目吧 再者说 请在下面括号你填上下或者填 适得算是成立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看吧 接下边 哎 这虽然是两个小题呀 同学们你观察一下 我这些数是不是都一样的 四啊 都是五 对吧 嗯 只是最后结果不同 一个是等于零 一个是等于十 对吧 嗯 现在这个题目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题 第一题是不是就说你要往这个 这些括号里边填上符号啊 对吧 嗯 只能填加或者填减 对吧 填这两种符号 十 我这个算是我左边的这些计算完以后 结果等于几呢 同学们 嗯 等于零 对吧 嗯 那我怎么填呢 我都填加 行不行 我们来算一算 在这儿五加五 我如果都填加号 你看行不行 全填加了 五加五等于十 十加五等于十五 十五加五等于二十 二十 太大了 不行 对吧 嗯 那这个怎么办呢 在这儿同学们 如果我给你 就给你这个数啊 五 括号五等于零 这个会不会填呀 嗯 会 这特简单吧 五怎么着五就等于零呢 五加五 五加五等于零 对不对 同学们 嗯 嗯 可是这个题目给你了几个五啊 嗯 四个 给了四个 对吧 那别着急 我只要知道 哎 五加五不就等于零了吗 对吧 嗯 那前头这两个五怎么办 让它也等于零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你看在这儿 我五加五等于零 这也是五加五等于零 对吧 嗯 这填个什么符号呢 同学们 我们来算一算吧 五加五等于零了 对吧 嗯 零这儿 零在 加零 只能填加 对吧 因为零加五够不够减呢 同学们 不够 不够吧 嗯 所以这儿填加 哎 零再加五等于五 五再减五是不是又等于零了 嗯 对吧 这是不是很快就被你做出来了 对不对 在这儿还记得吗 我们巧田算数学到最后学了一种 很重要的思路 就是从后往前倒着看 对吧 好 第一小问很痛快就解决了吧 接着来看第二小问 第二小问结果变了吧 对吧 等于零了 那别着急 同学们再给你出个题 五怎么着 五是等于零的呢 嗯 五加五 五加五 对吧 嗯 所以在这儿 如果就给你两个五是不是特好办呀 对吧 你看在这儿 那我后边这两个五我就五加五吧 五加五现在是不是等于十了 对不对 同学们 嗯 好 嗯 那现在五加五等于十了 那前头都咋办呢 几加十等于十 零 零加十等于十 对吧 嗯 所以我想办法让前边这两个五要变成 零 零就行了 对吧 你看五捡五不就是零了吗 对吧 嗯 然后再 零加五等于五 五再加五是不是就等于十了 嗯 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是啊 对不对 同学们 好 在这儿我们这两个题都是怎么填出来的呢 是不是倒着在想呀 对吧 嗯 我只要先想着两个五怎么等于零 或者两个五怎么等于十 是不是就好办了 再往回倒着一脚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吧 嗯 这是我们第二节课巧填算符 里边的一道典型的立题了 那我们巧填算符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思路 什么思路呢 就是给你一串数 要你往里边填加或者填点的时候 我们要倒着看填算符 对吧 嗯 好 那接着我们继续前进了 来看看 第三次课学的是图形的题目了 对吧 其实我们图形其实非常有趣的 而且呀 它特别锻炼你们的动手能力 对吧 我希望呀 小朋友们在学建议奖的时候 都自己在家边准备一些小图形 比如说我们剪了正方 对吧 还拼了一些图形 你可以自己在家先准备一些 哎 准备好以后呀 你就跟着王老师一块来动动手 用小剪刀剪一剪拼一剪 对吧 嗯 这样你就会学得特别牢了 哎 而且印象特别深 对吧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看吧 图形的剪拼里边呢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多观察 多对比 对吧 嗯 咱们学了剪图形 还有拼图形 对吧 嗯 剪图形呢 就需要你多观察了 那拼图形呢 就需要你来多对比 好 接着我们直接来看一个题目吧 在这儿 同学们 这就是一个图形的剪拼了 我们先来读读题 说 给你一个三角形 请你剪掉它的一个角 请问这个三角形还剩几个角 同学们 这个题是不是有点眼熟啊 嗯 有同学说了 老师 我们以前剪的是正方形 在这儿是要剪三角形了 哎 同学们 但是方法是差不多的 对不对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吧 要剪掉一个角 对吧 那我有几种剪法呢 想一想 回忆一下 哎 有同学说了 老师 我以前知道我三角形 一个三角形有三个角 对吧 嗯 那剪掉一个角就三点一 还剩两个角嘛 对不对 嗯 如果你现在还这么想 那往往是该升心了 因为我们在图形的剪拼里边 正方形那个题已经知道了 对不对 我们剪角啊 可不是用来做算术的了 而是图形题了 对不对 嗯 在这儿我们还记得吗 正方形是不是有三种剪法呀 可以剪完剩五个角 剪完剩四个角 还有剪完剩三个角 对吧 嗯 这是我们正方 那这个三角怎么办呢 哎 很类似 我们一块来看看吧 我说呀 剪一个角 我可以先剪掉一个小角 对吧 嗯 看一下 嗯 你看把剪掉这个小角剪走了 对不对 对 那这个时候还剩了几个角呢 同学们 嗯 四个 这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 四个 对吧 对 是不是有四个角啊 对不对 同学们 嗯 好 嗯 这是第一种剪法 这种好想 对吧 直接剪掉一个小角 那接着还有没有呢 我们说呀 嗯 你剪掉一个小角 不管是跟这剪 跟这剪 跟这剪 是不是都一样啊 对吧 嗯 那接着我们来看看 我从我这个上面这个角 这个顶点这出发 来剪一刀 你看 现在 哎 这样是不是也剪走了一个角啊 对吧 对 就把这边这个角剪走了 对不对 对 现在还剩了几个角呢 同学们 嗯 来看看 一个 两个 三个 是不是还剩下 三个角啊 对吧 嗯 好 所以在这剪三角形 咱们是不是有两种点法呀 对 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点法呢 比如说老师 我从这边剪呢 从这边剪 其实跟从这边剪 是不是一样的呀 对吧 嗯 剪完剩下四个角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提拟标 我们一共有两种方法 对吧 就是我们图形 剪拼里边的 剪图形了 对吧 嗯 那我们图形 剪拼里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拼图形 对不对 对 嗯 我今天这一期已经没有 可是同学们 如果你在拼图形方面 还有点不太会的话 你可以把王老师的第三讲 再调出来 再听一听啊